吧 哎!?好 花点人了 就别说了 碰点人了 走走走走走 这里面也是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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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cer 哎呀呀别拎我了 女人是吗 的话 这个麦开始追我了 吓我一跳 耿雪儿你去右边干嘛了 我刚做了个任务 我现在要做任务 我现在要做任务 尸体 你怕是制造了个尸体吧 公主刚刚出去了不见了 那我们进来看看 来JY我带你进来看看 我带你看看 你我不敢 在哪在哪 我带你看个大宝贝 别别别我不看 我看那个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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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大宝贝 你跟他进去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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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去 不是你老追着我干嘛呀 你老追着我干嘛呀 不是你别追我了 我不想能够 保住对方的身体 你别你 不是你干嘛呀 你要砍我呀 不是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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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干嘛 不是你干嘛 要是要是要是要温度 你只要是要温度 那��色的 你怎么ers 耿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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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刚才那脸上刀人了 刚才我们几个里面 谁刀的 那有尸体啊 那有尸体啊 那有尸体 我死这么多人 我发言啊 我那个最开始的时候 跟大部队在上边 然后呢 这个 后来呢 我就往往那个 下面那个隧道那边走了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耿雪儿一直在追我 我就害怕 我就跑到隧道了 然后呢 我在下面 走回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实验室 有一堆人 然后我就听 我就听黄子说 有人在尸体里面刀人了 然后我想的是 那有人刀人 为人不报警 然后我就往往里面走 我看见尸体 我就赶紧报警了 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当时 在那个房间里边呢 有黄 反正一堆人 我也忘 反正黄子说完 有人那个 有人在里面刀人了 我就过来了 然后就没了 我过了 刚才有人关灯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看见 什么都没有看见 然后我其实跟大部队在一起 然后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死了这么多人 关灯了 然后 但是刚才大部队里面 我刚才有问了一句 就是说谁不在这里面 然后当时 没有看到歪哥 没有看到歪哥 然后没有看到 还在场呢 大家回忆一下 我反正我是 出了走廊 然后我回来了 好 我结束了 好 那到我 那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就是说 破壁人叫歪哥 好像去那边 看个什么东西 然后歪哥半天迟迟没回来 然后破壁人 当时回来了以后 破壁人在锅炉 那个地方做任务 且他在走之前 我还亲戚记了他说 他做的那个任务 有点难 可能是要等一下 然后当时呢 我们所有人 就往这边走了 然后当时贤雨 在我脸上 他就恐慌让我什么 别过来 别过来 干嘛的 他在这说 我说我不是狼 他说你为什么要 在那折返一下 我说我没有 因为我说破壁人在那里 但是你们没有等他 我当时在纠结 到底是往左走 还往右走 然后我说不信 你去看破壁人 在那边做任务 结果我往过去走的时候 然后就关灯了 关灯了以后呢 我就继续往回来走 我们就在所有人 在实验室 可能有四五个人 然后当时分别是我 牛肝 搭搭额 帮主 JY 然后我们几个 应该是都在一块的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反正我是 应该是没有看到KS和垂垂 然后还有郭小伟 好像是啊 要不然我记忆错乱了 然后呢 当时在我脸上 就是在我正前方 因为当时他那个 没电了嘛 光圈特别小 然后我就看到 有人亲手在我脸上 刀了一个人 但是因为当时我也很慌 因为我怕没有 就是不止一只狼 而且视野太小了 我就第一时间 去优先找了大部队 但是当时留在 尸体附近的人 我当时记得 除了我以外 装备的话 是牛肉干的造型 和少帮主的造型 好吧 反正这当时 我大概的信息 别的没什么 当时KS也在吧 KS是后面 跟我们遇到的 我觉得JY身份 还行的原因 是一开始他跟 后避人单走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俩一起消失 后面后避人又回来了 这一个关灯混到 应该刀的是破壁人 我觉得Y哥是狼 破壁人应该早就死了 所以Y哥 而且过来报警了 我觉得身份还行 现在我拿不准的是 其实我没看见有人刀人 因为我那个视角 是我没注意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没看见 我不确定黄子是贼喊抓贼的那个人 还是他确实看见了 因为他的说词是 因为你看见有人刀 为什么不报警呢 你的说词是怕 还有不止一刀 这个我有点质疑 然后 我不确定啊 我不确定黄子 是不是那个 就是自己 自己 自己 刀的那个 然后因为我确实 没看见有人刀 这个说法 我是听见你喊了 我听听吧 我听听帮主跟KS发言 如果他们发言都还行 我 或许他 我黄子吧 或许不确定 好吧 我问个些问题啊 就是所谓的破壁人 班比 这两个人是死在了 锅炉房实验室那个位置 是不是 那另外两个人 死在哪了呢 是死在醍醐肚子里呢 还是怎么着 有没有人能聊一聊呢 因为我没有见到 第二呢 我没有在上面 实验室里边 我是在最下面 首先我先下退了 Slerk 我不想让他靠近我 还有下退了这个 小郭 对吧 我就是说 你们别过来 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身份 保持距离 所以我在右下角 然后Slerk 往左边走的 小郭是往上面走的 就是在右下角的 正上方是小郭去的路线 然后右下角的左边 是Slerk的路线 我跟着Slerk 后面走 没有看到任何的尸体 所以我可以证明 Slerk开局的时候 没有刀人 但是后面上去以后 刀没刀人 我不知道 请Slerk描述一下 你上去以后 那些尸体 大概在哪个方向 如果你们在的话 过了 尸体就在实验室 过路房那边 然后我只看到了一具尸体 然后我没看清楚名字 我只看到一具尸体 所以也不是说有两个 也不是两个尸体 然后我是出门 就做了两三个任务 然后中途在右下角 那个礼堂那个位置 被帮主给吓死我 因为这个游戏 竟然有个隔墙听的那个说法 我听到帮主说有刀 然后他不知道我能听到 所以他后来 葛德尔凡的就吓唬我 我也不想跟他搞 因为他有可能是狼 也有可能是好人 对吧 所以我就直接去做任务去了 然后去上面就遇到了大部队 然后就关灯 然后这是我全程所看到的东西 好吧 我也懒得踩谁 又实在是不知道踩谁 都在一起过了 我刚开始是跟那个破壁人在一块 后来我们一块碰到大部队了 我是跟大部队在一块的人 然后关灯了 关灯了 我就赶紧去找 找有人的地方去跟他们站一块 别的没了 过了 我一开始碰见了少帮主 我跟他说过我的身份了 然后后来我就 你们说有人的时候 我当时也跟你们在一块呢 我就在旁边 然后听到你们说什么啥 然后我就过去了 哎呀 没有人到我发言 小吐 我吐了呀 这都能吐到我 我操得没死 我操得没死 我没头 没来得及 怎么说你跟着我干嘛 你别别你 你又远点啊小郭 快走快走快走 小郭一直跟着我 干嘛 我不敢进去 我不敢进去 那走那走我保护你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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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小郭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我肯定好 我上马报警的 走走走走 你报警 你万一行 咱俩保持距离 可以保护我 但是 是 小一跳好家伙 哎呦呦吓我一跳 请慢慢的翻演 呃我 我是我砍的那个牛肉干 我之前 我之前见到了那个 那个KS 他跟我在一块没砍我 然后 我那个从右 然后他就往左边走了 在下面那个大教堂那边 然后 我是砍了牛肉干 然后他应该是加拿大鹅就报警了 呃我是正义使者 然后 你们你们就看着盘吧 然后 因为我砍牛肉干的点是因为 他看见我之后 他往上先跑 往上先跑呢 我就往下跑 然后他就回来了 然后我说你别 你再过来我就砍了 然后 他就往上面走了 结果他 他就在那个拐角那个地方 因为拐角这个地方 就是 他想卡是也 就是反刀我嘛 我是这么想的 他有可能是什么醍醐啊 什么的 我就把他砍 然后我说吧 你们看 然后到我发言 到我发言 我觉得那个外哥呀 不是一个就是这个发言如此慌张之人啊 然后那个他今天的发言呢 让我感觉呢 就是他有点 有点有点语无伦次 而且刚才我们他不对几个人都在一起啊 那排除 按排除法来说的话 我可以随便瞎开一个 而且他这刀给的吧 我这我这波可以瞎开一个 然后让别人 不连我是被崩死了 我我这轮投外哥 我发言 这轮出外哥 外哥两轮都是刀完人 那个报警 然后第一轮假装做好身份 第二轮他穿我衣服 对不对 我 我跟那个维尼说过呀 帮主踩我 他会被证据试者 对这轮出外哥 帮主有可能证据试者 他崩我也无所谓啊 他崩我的话 这轮不是也坐实了出他 因为他找正义试者呀 没毛病吧 他找正义试者 那他得为正义试者买单买一命吧 所以我认为没什么悬念 然后 Sleer K很怕我 很怕我 我第一句就说了 我是带家伙的 Sleer K很怕我 所以我觉得Sleer K还行 不行我不能开枪 我开枪了 有可能这轮还有一推 Sleer K你记得 主要我砍了一个 他妈加拿大 我就说一句话 我说 你做任务呢 不能开了 我如果要是刀你的话 Sleer K 我就直接刀掉你了 对不对 根本不需要跟你说 你在做任务 我就告诉你 不开枪了 不稳 对吧 不稳 开了枪我死了 万一推另外一个就输了 他应该会跟我去投白格 然后维尼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跟我去投白格 因为第一轮 我就跟他说了我的身份 然后他也跟我交代了身份 如果我们两个有建立了 互相信任的话 这是我 如果没有建立人 互相信任 那维尼你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我也愿意听一听 过了 不开了 我发言 我肯定是姓帮主 我看完你们弹幕 我都知道帮主是什么 我怎么开啊 我当时在那个 不开了 算是死角 半死角的一个问题 就阉了 他这个狼的话 他应该是 大木别传身份 就没意思 应该不至于先出声 我看到弹幕 而且那个当时也不太像是跟 不动 也不像谁有互动的事 好吧 像是在提醒我一样 对帮主可能是好的 但是如果帮主 你说好 你得想想 JY有没有可能 他是警长这个事 对吧 因为他并不能确定 刺客在不在 他也不敢说太明 因为当时 我直接跟JY离得比较近 那我也不能开别人了 我已经知道 这个是什么身份 我开别人也不公平 如果等会刺客翻枪 带你小帮主 那JY一定是狼 如果刺客不翻枪 上面场上一定只有一个狼 帮主 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这个意思 如果刺客不翻枪 这么场上一定只有一狼 一个狼刀不了那么多人 我当时 我离JY还挺近的 只是最后 他报 他说他那个跳身份 带刀 什么砍死 你就说看 那一片我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他 我在他附近是没有看到人的 好吧 这是我能想的 我是尽量 那个 站在双方的视角去考虑 然后我觉得达拉格 就是原来踩的太猛了一点 因为达拉格如果要踩的话 他就连着我一起踩的 因为JY当时 发言的时候是带着我一起的 我当时离他的 的确离得很近 对不对 他肯定得踩我跟外个两个 大家听听发言 看着投票 那我这边就 没什么 不啊 那帮主不是说的吗 帮主不是说 他让我猜 他是不是那个什么 对 我一开始跟 你听帮主这个话 可能他妈又 又是拿枪了呀 我说 我说我最开始 要猜他是那个 那个什么 然后呢 弹幕当时不都说 让我猜帮主是警长 那他妈帮主这盘 都不是警长 我这开枪 把人家帮主警长打死了 那他妈不是狗 而且 而且我现在心里 已经知道帮主是警长 我猜别人 就不配了猜警长 我就算我比如说 猜锤锤是个什么 啼狐或者什么 然后给人打死了 我也排出一错误答案了 也不公平 我就不开枪了 而且这局不开枪也能玩 就也能玩 别猜啊 没人猜啊 终于漂亮 刘大哥这轮连加拿大鹅都不是了 笑死 乖哥 骗人 我砍个加拿大鹅 你刀 不是你刀怎么那么开呀 你刀 我刀20秒 我等半天了 让你在这骗我 你为什么 好好好 我们这把好人又输了 不一定吧 看帮主 去看 对 哦你挺好啊 那我是 对啊 我都正义 我是正义学者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 那再见 完了 垂垂是第三方了 垂垂是第三方吧 这俩人 你是正义学者 你过来砍我嘛 对不对 等一下关灯了 我操 砍呀 学主 咱俩别动 这俩我做太动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 向日在穿身份 所以我 先不动你 一会儿再动你 那你不能是正义使者 那我要把你刀了 别别别 那你刀别人 那我是不是 你是正义使者的话 我是不是帮你了 你是不是得刀别人啊 对不对 太吓人了 你别过来啊 因为 我给你 我给你磕一个 所以 所以我没有 那那那你刀小锅吧 你刀小锅吧 好吧 你试证师兄 你证明 你没屁 哎 但是我怎么看到你 你能在放屁呢 我没有屁啊 你也很放 哎 我也在放吗 为什么刀啊 再砍一个就行了 该是再砍一个就行了 人呢 人去哪儿了呀 开丝砍一个人就能赢了 他在把自己关里边的啊 什么意思啊 还能开开 我能有刀啊 垂垂有刀啊 对啊 那他们只要看到垂垂把 主要看到凯西杀就赢了 哎呦 还是开饭了啊 我开的饭 是这样的啊 你俩表水吧 好吧 我全场身份最高 你俩表水吧 好吧 我也带刀 你们也知道我什么身份 就你俩好好聊 聊得不好 谁聊得不好 我投谁 反正你俩只能互投 你们要投过我的话 反正白天 谁发言不跟我投票 对吧 或者你俩不互投 谁不互投 我就砍谁吧 对不对 你俩只能飙水了 我全场身份最高 我敲的桌子 你俩必有一狼 因为狼可以做任务 但是你俩 我有一个偏向性 我有一个偏向性 原因呢 我不说了 他还是砍一个人就赢了呀 你自己 砍一个人就赢了吗 为什么偏向 对不对 你俩这个三轮游戏 我都见过 好吧 谁心里 谁发言好 我就投另一个 你俩只能对投 好吧 不 我肯定姓帮主啊 然后投肯定投 现在就是很难搞清楚 这究竟是狼 还是那个什么东西 狼什么 就是狼和那个醍醐 很难搞清楚这个事 其实我比较水也比较简单 因为帮主眼里面 TY100%是定狼 所以TY如果是狼 我就是他同伴 按你这个想法的话 如果你要打我们俩两狼 那我们两个如果是两狼 场上是不是一定有个刺客 有个刺客 你昨天是不是已经就死了 其实我昨天那个逻辑 我不知道你懂 虽然我可能是被TY养了猪 但是我觉得当时刺客 没翻牌是挺怪的 是挺怪的 所以你 你自己觉得 TY100%是狼 你就不能再打我是个狼了 我不知道你能懂吗 你打不了 TY格KS 两样的格式 所以你现在就只能认为是锤水 而且我是狼的话 其实 帮主你应该也死了好久了 因为你都说了 你带刀 我肯定想办法干你 肯定想办法干你 干掉那个威胁 只是我现在因为场上死的人 你很难 因为我这一轮我一直在做任务 一直在做 你可以看到 所长讲那个进度条的 但是呢 我们一个人都没碰到过 一个人都没有 我连尸体都没见到 所以他有可能不一定 百分百是那个 就带刀那个狼 有可能是醍醐 所以有可能像我昨天说的 那个可能性 就是你是那个 昨天JY是个场上的孤狼 所以他没有队友 刺客出来去给你头 给你开箱 把你毙了 帮主你能懂我意思吗 他没有那个狼队友 然后现场没有狼 直接一个醍醐 醍醐在那儿光光吃人的 其他没啥说的 我死了还能做任务吗 我都拿挡死了 还可以做任务 KS你肯定输了 如果这轮投完你不输的话 那可能帮主就有点问题 我觉得帮主肯定会跟我投KS 为什么呢 因为这把垂垂是那个争议使者派 不知道 我以为死了就没用了 为什么没有拍歪哥呢 因为有刺客存在 我怕被崩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 到帮主发言的时候 帮主去踩了歪哥 在我眼里 歪哥是很不做好 然后帮主穿了我 我正义使者的衣服 我就也没有去拍他 然后昨天我跟 我玩这游戏就没做过任务 一个任务没做过 基本上 然后我跟帮主说了这个事 我说我是正义使者 他还不信 然后我说 那要不我把你刀了 他说那你把 郭小伟也刀了吧 我就去找郭小伟了 但确实没找到郭小伟 郭小伟还死了 这一点我也要说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不能去说谎 这是我一个正义使者的 那个心路历程 这种肯定投KS过了 这两个好了 没想到呀 我们居然赢了 哎呀好人赢了 食鸟鸭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职业 食鸟鸭 食鸟鸭吃尸体 他能吃几个尸体啊 只能吃一个 一个一个 一轮吃一个 我还能 一轮吃一个 他能到